今天要跟各位介紹一些名詞 靜心 就是透鏡的中心 一個雙凸透鏡換來就是 一個圓,一個圓心換一個圓,一個圓心換一個圓 左邊一個右邊一個,中間交集就是一個雙凸 那麼中間那一點就叫做靜心 靜心這個有個特點就是光如果照到靜心會不升偏折 其實是有偏折的 那個中間那一刻就像那個玻璃磚一樣 所以它是有偏折的一個小位移 但是因為我們國中都假定我們用的是長薄透鏡 很大,然後很薄 所以那個位移會非常的小,當作它沒有位移 所以我就請你背,說它不升偏折 這是它一個特點,通過靜心的光不升偏折 這未來會用到,你要記住通過靜心的光不升偏折 然後剛剛講那個兩個圓心的聯繫 叫做所謂的主軸 主軸,主軸,因為當然要用到它主軸 用到這一點,就是折射光會匯去這一點 叫做所謂的焦點,平行主軸會匯去在焦點上 可是焦點是有兩種的 一種是真正的光線實距匯去叫做石焦點 就是常常會簡稱叫焦點 光線平行主軸真的聚在那邊,那個叫做石焦點 真正的焦點 另外一個就是延長的延長的延長會匯去的叫做虛焦點 延長會匯的叫做虛焦點 平行主軸匯去的那一點點叫做石焦點 它可能是發散,然後能延長線匯去的叫做虛焦點 左邊這個叫凸透鏡 它是會匯去光線 所以它是實際匯去,叫做石焦點 簡稱叫做焦點 右邊叫做凹透鏡,它會把光線發散散開來 延長線匯去在一點點,叫做所謂的虛焦點 所以焦點,光線匯去或者是延長匯去的 這個叫做焦點,石焦點,虛焦點 那個焦距,真正焦距的說法是焦點到靜心的距離 可是我們做實驗的時候,靜心在鏡子裡面也量不到 所以說量到鏡面為止,沒有關係 為什麼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假定我們做的是長博透鏡 所以只有差一點點而已,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要說焦距 然後越平的透鏡,焦距就會越長 所以你看我們長博透鏡,焦距就好長 它只差一點點就沒有差嘛,沒有關係 要了解一下,所以比較肥厚的焦距會比較短 比較長博的焦距會比較平 越平的焦距就會越長,越長越長 叫做所謂的焦距 了解這些名詞的意思 什麼叫焦點,什麼叫做焦距,什麼叫靜心 要請你記住一個特點叫做,往靜心入色光會怎樣? 不聲,偏折,什麼靜就怎麼出來 這個是凸透鏡的名稱 然後有近距,有主軸,有石焦點,有焦距 也叫做凸透鏡的名字 凸透鏡也一樣,有主軸,有靜心,然後有焦距 但是這個叫做虛焦點,它是延長,它發散嘛 但是延長會比較有所謂的虛焦點 那也是有所謂的焦距,就是名詞 了解各個名詞的意義 剛剛講過,重點叫做,通過靜心的光不深,偏折 請問你,這是你們小時候玩的遊戲 然後呢,就是拿去燒螞蟻那個 或者燒髒了 太陽光,這是我們最先要用的 會形成什麼樣子 那如果改成,阿會怎麼樣 改成阿會怎麼樣 來 我們應該要找一位,大帥哥 五大帥哥吧 大帥哥,二四 二四 二四 二四誰 那個突透鏡,外的陽光下 那他最後會怎樣,會出現的什麼現象 小孫應該玩過 拿來燒螞蟻啊 劇情,成什麼樣子 一點 那如果把它奧會怎麼樣呢? 完全會散開 請坐下 吐漏鏡會會聚 所以把它聚成一點 奧漏鏡會發散 奧漏鏡會發散就散開來 就變成黑黑的暗暗區 所以吐漏鏡會會聚 成為一個點很亮很亮 所以就會發燙 就拿來燒螞蟻 小學的時候玩過嘛 各種各式殘忍的動作 或者是燒紙也可以啦 所以就是了解一下 以上跟各位介紹 吐漏鏡的各部位名稱 知道什麼叫焦點 什麼叫焦距 知道什麼叫進行 再說一次重點 通過進行的光會不升 偏折 怎麼進去就怎麼出來 我們畫的時候沒有折射的現象 OK嗎? OK